我叫板架小魏 一名幸存者 昨天啊 这没钱之后 战争前夜的活动上线了 相比很多玩家 也都已经参与了 对吧 说实话 本来呢 这个活动我不想讲的 毕竟理解起来挺简单的 并不难 说白了 就是一个极卡换奖励的活动嘛 对吧 可有些粉丝啊 那完全就是 逼着眼睛参与这个活动啊 你敢信 各种私信问我 找到了什么情报 可以跟他们交换 你说起不起 不是啊 大哥 我就想不明白了啊 这活动规则你都不看 打开H5的活动界面 登录上自己的手机号 然后绑定好自己的服务器和角色 自动就能获得卡片了啊 这个就是情报啊 只要你绑定的服务器是对的 每机器一个阶段的卡片数量 邮箱就能收到奖励 集齐15张就能获得改名卡 如果你缺什么卡片呢 就去找别人要 如果你有多的卡片呢 就可以去找别人交换 把这15张卡片全部集齐 就可以了 就是这么简单啊 新版本还没上线啊 你说你跑到游戏里找啥线索啊 当然了 话又说回来了啊 这也不能完全的怪粉丝啊 毕竟这第四季到底会更新些什么 小陈只是给我们放了个烟雾蛋嘛 对吧 但是 这依然抵挡不了玩家们的挖掘能力啊 这不 关于新版本要更新的内容呢 已经被玩家给挖出来了 首先就是两个新副本的加入 一个在洪水湖的漩涡下面 是个八阶配件的副本 一个是在沉寂平原的地下实验室 是个五阶配件的副本 不过至于每天的打本次数有没有增加呢 这个咱就不知道了 不过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这以后三阶四阶的枪口和卧别 怕是要不值钱咯 所以小伙伴们 该卖的卖 该分解的分解吧 同时呢 据说还增加了新的净化榴弹炮 和双核的无人机芯片 跟之前的盾甲金牛是同样的道理 不过双核的技能是什么 这个就不清楚了 不过我个人猜测 应该是减伤免爆之类的属性 另外呢 这次第四季更新 会增加一个全新的玩法 战术装备 简单点来说呢 就是装备也能双核啦 What 应该跟阿尔法芯片是同样的套路 据说战术装备组合之后 会有专属的技能可以使用 每种战术装备的能力都不一样 不过至于这战术装备的获取方式嘛 我不说 想必大家应该也都懂的 好了 以上呢 就是目前传出来的一些小道消息了 不过真实性有多少呢 这个就不好说啦 一切还是等到11月4号版本更新之后再看吧 本期视频呢 就先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